《女人的一生》是日本剧作家森本勋的作品 据说这部作品在日本是历眼不衰 是日本现代话剧的代表杰作 但是我在网上能够找到的关于它的背景资料真的不多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在日本非常有名的一部剧作品 但是它在中国的文艺青年当中非常的知名 是因为它是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被列为必读的60个剧本 所以那些有志于从事表演导演戏剧创作的文艺青年 或者是想报考这两所院校研究生的文艺青年都必须要赌它 它讲的是一个在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成为孤儿的16岁的女孩不隐归 如何误打误撞的被低家商行的女主人低窝文子收养 后来嫁给她的长子申太郎 在低窝文子去世之后接过了低家商行 并且带领低家商行走向辉煌 然而由于她过于的投入事业经营 忽略了家庭关系的维护 最后丈夫和女儿都离她而去 而她苦心经营的事业 也由于二战中日本的战败而毁于一带 剧中的女主角布隐归生于1890年 然而她的人生故事 即使放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鲜活 对于一个无父无母的少女来说 每天在姑妈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还面临着被姑妈卖去做歌迹的风险 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活下去 好不容易被女企业家低窝文子收养 她最大的希望就是不要再被赶出家门 至于爱情 在任何一个年代 对于生存的安全感都会解决的人来说 都是奢侈品 低家的那两个富二代少爷们 可以追求自己的文艺理想和革命理想 而对于如何谋生 如何经营低家商行毫无兴趣 布隐归19岁那年 二少爷荣二问他 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布隐归说 我希望能够永远生活在低家 有吃有喝 不要被赶出去 当已经成为布隐归丈夫的大少爷 生太郎问他 你是不是为了继承低家商行才嫁给我的 布隐归说 我不想辜负低窝文子对我的恩情 布隐归做错了吗 我觉得一个女人最终想要的 是要自己能够掌握的命运 布隐归的丈夫是一个做着画家梦的文艺青年 对于如何经营商行毫无兴趣 布隐归担起了整个低家生活的重担 不但要经营商行 还要替低家的几个少爷小姐们操心 的确 她花在丈夫和女儿身上的时间少之又少 但是人总是要有取舍的 而且时间精力毕竟有限 对于没有赚钱能力的几个少爷小姐来说 布隐归是一个毫无生活情趣 满脑子只想着赚钱和生意的 冷酷贪财的女商人 丈夫搬出家和单分居 女儿说她是一个不可爱的母亲 早早把自己嫁给了一个 也同样没有赚钱能力的音乐家 最后生活潦倒 还需要通过父亲再找到布隐归 向她讨要生活费 布隐归没有选择荣二 她错了吗 我认为也没有 因为她俩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类型的人呀 荣二是一个从小不缺吃 不缺穿的富二代 她是一个要改变世界 实现人人平等的热血青年 她喜欢生活的新鲜感 做过水手 记者 码头的搬运工人 人力车夫 唯一没有兴趣的就是继承自己家的企业 过一份稳定富足的生活 富二代可以鄙视财富 但是对于从小就把生存当作第一要务的不隐归来说 她再也不想回到那种鸡不果腹 一觉醒来不知道自己将要去哪里的生活 这部作品的作者森本勋 1912年出生于日本大阪 25岁 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系 1946年去世 她只活了34岁 这部戏剧创作于1945年二战结束前 她去世的前一年 因为故事情景设定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 和1945年的二战结束之间 而使整部作品的人物命运和时代背景结合起来 有了一种在历史洪流当中 人物命运不可掌控的宿命感 《女人的一生》是一部五幕的话剧 由于这部戏剧采用的是倒序的结构 所以序幕和尾声的场景 都是发生在1945年的第一家老宅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战败告终的时候 这时候已经55岁的不隐归 看起来苍老迷茫 孤零零的坐在破落的景和街六号院的第一家老宅里 守着残破的石灯和自己当年买回来的 美国产的保险箱 她的丈夫已经过世 女儿也已经离开了她远嫁他乡 这时候有一位走过来向她问路的老人 这正是坐了20年牢出狱的二少爷荣二 情窦初开的他们曾经有过朦胧的爱情 但是后来荣二走上了革命道路 并支持工人罢工 损害了第一家商豪的利益 不隐归曾经绝情的将她举报给了警察 荣二因此被判了20年的监禁 在此期间 她的妻子和两个女儿相继离世 出狱后的她也是截然一身 两个孤零零的老人在第一家老宅重逢 从16岁他们在这里的第一次相遇 到60岁再次重逢 他们感慨万千 人生总是有很多的无奈 很多的遗憾 难道和初恋情人结婚 就一定意味着幸福吗 英国王妃戴安娜和查尔斯王子的人生故事 已经告诉我们 童话里的故事只能讲述前半段 时代的洪流 我们无法掌握 男人的爱也绝非一成不变 但是如果一个女人 能够自主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发挥自己对社会的最大价值 才有可能获得幸福